一头绑着孩子 一头绑着家长 这种所谓的六娃神器受到很多家长的欢迎 不过 这种原本用来保护孩子的工具 却在某些场合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危险 究竟 深圳 南宁等地就发生了多起 因六娃神器出现的险情 一起来看看 近日 深圳的一对父母带着两个孩子坐地铁 并把五岁的姐姐和三岁的弟弟 用牵引绳给拴了起来 结果 姐姐先跑进了车厢 弟弟还没来得及上车 地铁就关门发车了 弟弟只能在站台上奔跑 跟着车跑了一阶之后 绳子被拉断了 所以就可能也是被吓到了 就在现场哭 我觉得当时在安抚乘客 类似的险情在南宁地铁也曾发生 7月25号 在广西南宁地铁三号县金湖广场站 地铁即将关门驶离站台时 一名儿童突然冲下了列车 来不及下车的妈妈被关在了车内 两人之间的牵引绳被屏蔽门和车门夹住 索性在列车开动前 地铁司机发现并及时打开了车门 我们了解到市面上的这些六瓦神器 通常会做到1米5左右长 也就是在这个长度 它们大多又是采用比较坚韧的材质而制作成的 所以说它们的直径一般也比较细 会有2毫米左右 这也就是说这个直径不太容易 被我们这个车门和屏蔽门识别 那么屏蔽门的这个检测的厚度呢 是为5毫米 所以这个由于这个安全绳的这个过小 这个目前的这个地铁四倍呢 是暂时是我这个探测到 对于儿童牵引绳的安全性 不少家长也表示了担忧 主要是说牵引绳也好也不好啊 那么多路人 搬到其他人也不好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手牵手好 牵引绳的话也要看在什么场合吧 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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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优优雅 电